大家好,最近恭喜這個,恭喜那個 今天看來都是要恭喜一下熱刺 終於達到今季的目標,拿到第四位 下一季可以打歐聯 熱刺拿到第四位,的確是驚濤蟹浪 本來找到一個有經驗的教練是好的開始 但是冬季主會槍又來過加2-4 教練就是很可憐,講到自己 而這個積分榜也搞到長時間要落後給阿仙奴 直到北倫敦打比才叫反超前 反超前的方法是來自球證一個極度嚴謹的吹佛 而獲得12碼 以及對方的何定匹夫之勇的紅牌 長球我講過,當時的蔡浩平 很多熱刺球迷都說我的評論是中肯的 紅牌必須要比 但是吹佛真的太嚴謹 球證的尺度和對方的魯莽紅牌 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東西 是戰術以外的額外因素 額外因素就涉及運氣 所以熱刺回到第四位 的確是靠了運氣 所以希望董事局不要因為這份運氣而沾沾自喜 今季拿到第四位 可以打歐聯 河包鬆動一點 真的不要再繼續玩那些加2-4轉匯操作 如果不是,都很大機會來一個前四星降機 今天的蔡浩平 我們會先講英超的第四位熱刺 作客諾惟治的蔡浩平 接著我們會講今天的主角 孫興敏 孫興敏整季都沒有入過12碼 但總入球數量和沙拉一樣 當然就一起瓜分金香獎 究竟他值得拿金香獎多一點 還是沙拉值得多一點呢 待會我們會長談 現在先講一場球 猜熱刺贏正常 問題是猜多少球 我猜錯了 我猜熱刺贏少少 結果是贏多多 我打算諾惟治都會在主場 最後一場英超 希望留一個美好回憶給主場的球迷 不會被人大炒 所以應該會駁盡收縮拍大巴 一分就先走 希望不要被人入這麼多球 誰知一開始諾惟治已經快落足球 八分鐘諾惟治大舉進攻 立即被熱刺大舉反擊 古魯斯夫斯基超級連結人 打到致命的反擊差點開紀錄 15分鐘而已 真的開紀錄 那我真的發現 降班球隊有樣子看的 之前的石飛鑾 今季的諾惟治 排包尾 一樣都是用同一個防守方法 都是用形同虛設的防守方法 都是用我所說的 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前面又不壓迫 後防線推了上來 人家很容易差過半場 但又馬上很容易找到你後防線的身位 後面的虛位 來打個半單都快攻 儘快完結攻勢 很容易入球 那之前的石飛鑾 很容易打快攻 儘快完結攻勢 今季諾惟治又是這樣 相同的戰術 命運也是一樣 都是降班 打開紀錄 往往是最難的 但今天的諾惟治 就比熱刺很輕易打開紀錄 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熱刺輕易插過半場 一個高波 熱刺最喜歡打這隻 還中了 不用面對密集 盡快完結攻勢 適合乾地的戰術 哦 賓坦古後上插入 找到半單都空位 他又不貪攻 半單都橫傳 入球的是古路斯夫斯基 講到古路斯夫斯基 今天的表現相當好 下半場的第三顆球 也是他打一個快攻 而展現到諾賓軌跡 今天就是 可以讓他盡快完結攻勢 打得快就適合他 打得回柏爾馬的時候的狀態 證明了他適合乾地的戰術 也證明了 祖倫達斯不夠信任他 主要評論的時候 我都講過 他的類型就是 很適合用來襯托 哈利簡尼和孫英文 因為他是超級連結人的角色 而熱刺一直都欠缺 他也可以取代盧卡斯摩拉 來增強速度和年輕化一點 所以我一早都講過 他這個轉會是有用的 但是一直都擔心 就是他面對密集的整體意識問題 而這個問題 很可能下一季就有機會面對 所以他究竟 是不是真的會進步 要看下一季 熱刺這麼容易領先 變了今場的賽事 都很快入大炒格局 而另一邊的阿仙奴 看到這樣就沒有希望了 駱惟治也沒什麼所謂 這個上半場再送到一個禮物 來自他們的搜門員 會議後場猜球直接交給對方 間接再射門入球 之後都是快樂足球 熱刺多少球都沒所謂 給了機會孫英文 做多兩球回來 拿到神射手 講到孫英文 他跟沙拉同獲得23個英超入球 一起瓜分金香的獎 但是作為足球評論 當然要研究一下 到底他們誰值得拿這個獎多些 我們會再詳細去研究他們的數據 一起來比較一下 他們的入球 孫興敏沒有入過12碼 所以他全部23個入球 都是非12碼入球 大部分都是運動戰入球 而沙拉有5個是12碼 所以沙拉只有18個非12碼入球 很多人就很快得到結論 既然沙拉這麼多12碼入球 應該是孫興敏更加值得拿金球獎 是不是這麼快就可以落到這個結論 這裡就暫時未落結論 我們給大家多幾個分析角度 大家看看吧 孫興敏非12碼入球多些 但孫興敏出場時間又多些 今季他踢了3019分鐘 即是踢了33.5場 而沙拉只是踢了2761分鐘 只是踢了30.6場 即是平均來計 孫興敏踢了33.5 沙拉踢30.6 那就是差不多差3場 利物浦有歐聯壓力 沙拉瓜分了精力 而沙拉其實整季是辛苦一點的 所以沙拉踢英超時間 就比孫興敏少一點 大概少了3場 變成我們可以用平均值來看 平均長次的非12碼入球數字 我們來看看 孫興敏是0.68 沙拉是0.58 這樣看起來很接近 不過都發現了 孫興敏的數據很少少 很0.1 即是長軍的非12碼入球 孫興敏是多過沙拉 每場0.1個入球 好少少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 兩個球員入球方法 左腰仔的沙拉 23個入球當中 19腳都是用他的左腳 只有四腳用右腳 但是右腳仔的孫興敏 非常之平均 雙槍仗 有11腳是右腳入球 但是有12腳是左腳 也就是說他用左腳入球的數量 比右腳更多 即是說後衛都看緊右腳 但他也可以用左腳入球 後衛就防不了 而且孫興敏入球的難度 是高過沙拉 孫興敏入球的 預期入球數值是15.9 沙拉的預期入球數值是19.8 即是沙拉的入球是容易些 沙拉的射門是近龍門一些 沙拉基本上所有入球都是禁區裡面 外面只有一個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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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所以孫興敏需要用多些個人能力去彌補,才能入球 所以入球難度就比Sara高,而且孫興敏的射門次數也少 還要少一些12馬,所以孫興敏的個人入球能力的確比Sara強 在這些數據下產生了一個結論 所以如果單一看金虛獎一個獎項,個人獎項來說 的確是孫興敏比較值得拿的 答案就是這樣,但不要只看這個答案之後就完結了 事情還未完結,因為我們還可以看多些東西 最重要的是Sara的助攻數,接近是孫興敏的一倍 Sara拿到13個助攻,其實Sara是英超的助攻王 這個數據很驚人 Sara自己入到這麼多球 他還要交到這麼多助攻 這個境界又遠遠高過孫興敏 Sara比孫興敏優勝的地方 還有傳送成功率高些 成功過關斬進次數也高過孫興敏 雖然Sara比較依賴左腳 但Sara對於全隊的進攻有更大的作用和多元化 孫興敏只能做到前鋒的責任 但Sara可以做到進攻球員和綠葉的責任 Sara是比較全面的 當然會令到利物浦的整體組織能力比熱次高 那麼熱次的戰術就比較依賴個人能力 所以我們又可以這樣看 如果Sara踢熱次的話 他很可能的數據又會變成像孫興敏那樣去分配 即是他側重到入球方面 相反如果孫興敏去踢利物浦的話 他的數據又可能會像Sara那樣全面一點 其實呢 講了這麼久 都是想告訴大家 個人的獎項只是局部地區性看某些數據 球員始終最後都是球隊內的一份子 最終是要看球隊整體來說可以有多高層次 整體來說越高層次 球員的表現就會越全面 整個球隊的戰術就幫助球員這個結論也是這樣 不過當然啦 球員都講級數的 Sara今季全面的表現 令到Sara成為了 我所講的世界第一的球員 而孫興敏的入球能力 竟然比Sara強 所以孫興敏的入球能力 其實都已經去到世界頂尖那批 一個亞洲球員去到29歲 速度可以越來越快 其實他的速度跟歐洲 亞非洲的快速球員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他的整體意識是非常良好 入球能力也可以去到世界頂尖 我相信全世界應該都供應了 孫興敏已經成為了亞洲足球歷史上 最強的球員 好了 現在我們又講一下熱刺 拿到第四位之後 哈里加尼樂意留下了 想著下一季有機會拿冠軍 所以他現在就決定留下了 我會再評論一下他下一季留下的決定 這個決定到底好不好 還有會評論一下 他認為熱刺下一季有機會拿冠軍 這個想法 這裡就是Patreon片尾彩蛋 記得支持Patreon那邊 還有給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我的影片才被推送 我頻道才增長 多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